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精神科医师潘建志潘医师 还有一位是作家廖慧英廖老师 以及另外一位作家许常德老师 还有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 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 说好的幸福呢 这本书是 她叫做律师娘 林静茹小姐来到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对 这是第一次上节目 所以她连打书都没有经验 她被挡住了 然后我刚刚就问她很犀利的问题 为什么叫律师娘 原来是你的粉丝业叫做律师娘 所以你是嫁给律师 对 我应该是说 我的先生考上律师 我在他没有当律师之前 我就嫁给他了 而且他也很懂法律知识 因为他是辅大法律系的 那如果你没有跟这个律师 有婚姻关系的时候 你的笔名要叫什么 目前的话就是用我的本名 您请 不用 再加两个字就变日本人 离婚的律师娘 对啊 OK 做中了你 所以也就是说有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律师娘如果要跟律师离婚 会不会很难打 应该没有关系 因为她现在的钱都放在我这边 这节目就不用做了 就这样一语告诉我 大家都懂得这样子的话 有结论啦 对 我坐在这边等她来告 好可怕 我跟你讲 钱比发条更厉害 对啊 真的真的 阿德为什么有这么关系 因为这本书提到很多婆媳的问题 对不对 对 主要是提到跟婚姻相关的一些案例 那里面有婆媳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话离婚诉讼当中 就是离婚的原因里面 就有很多其实都掺杂的婆媳的问题 OK 那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新闻 林秉玉啊 对啊 林秉玉 郁琴 其实你朋友跟这事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已经没关系了 只是她有诚事 但是呢 就被拉出来讲 对对对 这个事情是前台北县长尤青 因为家务事呢 这个上了台面 因为她的太太叫曹子晴女士 以对讲机找楼上的二媳妇 这完全引述报纸喔 因为真实情况 坦白讲 我们真的不知道 那当时媳妇正在哄四岁的小孩睡觉 就让先生先下楼 说妈妈在找你先下去 没想到引发婆婆曹子晴的不满 当场甩门 门板还撞到儿子 什么事都掉下来了 不满脚啊 OK好 儿子的火气也因此瞬间爆发 就说呛说 我自己能够在摩根头信 搭到总经理 就是因为够凶 还奉而踹门 事后呢 妈妈报警告 儿子恐吓跟回水 然后呢 爸爸出面还家 说一切都是 他的错 他的错 其实这里有漏一点 就是他是为什么会呛说 我在摩根头信 就是当总理系统勾计 是因为妈妈骂他 说你那么凶干嘛 这样子 他就生气了 因为是两个冲突 对 那结果就把 那个疫情又早就讲说 不是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 牵扯到婆媳的问题嘛 就是因为 尤心的老婆非常的强势 所以就大家就 有个印象啊 他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未婚妻 就是曹几型的 还没过门的儿媳妇 就是郁琴 郭玉琴 他之前是艺人嘛 主播艺人 然后后来 他是学生时代 就跟尤心的儿子 对 但是他不是当艺人之后 才交往 他们两个一直都在一起 对 为什么会交往很久 是因为学生时代 就在一起 然后我要先 我要先帮玉琴讲 玉琴有上过我的节目 他现在老公 真的对他非常好 对他很好 对他很幸福 而且他也生了一个小孩 而且养了个狗 对 非常开心 他也是我的脸友的 很开心 非常 我觉得他现在过得非常好 他现在看到这个新闻 应该会 好险 应该讲会倒吸一口气 至于吸完一口气讲什么 我们就不方便帮他讲 对不对 应该会有这种感觉 对 可是当时17年的感情 为什么没有记住 其实他们是有订婚的 就是他们交往很多年之后 订婚5年之后解除婚约 对 那就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订婚之后 这个婆婆真的很强势啦 其实郁琴我觉得他很 很辛苦 那个时候他很辛苦 但是因为他一直很想维系 就是交往这么多年的感情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为了 这个未婚夫一直忍耐 可是后来他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爆发的 就是呢 他 订婚多久 订婚几年了 订婚5年 5年 对因为一个很小的事情爆发 那一次就是因为 婆婆叫他去买那个礼品 然后是保养品之类的东西 就要指定品牌去买 那他跟他老公两个 就未婚夫两个 就当时的未婚夫呢 就一起去买买买买买买 买了之后要送到婆婆那边去 好 婆婆可能正在餐厅啊 那个地方聚会这样 可是他们绕了很多圈 都找不到停车位 好 所以郁琴就说那这样好了 我在停车场 就是没有 都满了嘛 所以他就在停车场外面等 好 他坐在驾驶座 然后叫他的那个 当时的那个未婚夫 好 就有亲的儿子说 那你下去哪 上去给妈妈 这样子 对 结果呢 他的当时的这个 准婆婆一看到 是儿子拿着保养品上来 就翻脸了 火大了 然后但是他在儿子面前 没有发怒 是后来回去之后 那个郁琴就接到他 当时准婆婆的 数十通这个简讯 数十通 对 非常多通就骂他 说你好大胆子敢 叫我儿子当用人 好 那么大热天叫他上来送东西 你跑哪去了 你怎么样怎么样 就骂他 他就崩溃了 就那一次 其实这件事情 应该我觉得 比起他之前受的那些委屈来讲 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就是当你 压制他 对对对 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前面的情绪 一下子都爆发 他就回了一封简讯说 你放心 我不会跟你儿子在一起 好 然后他就解除婚约 就分手了 那你为什么五年 订婚五年没有结婚 就是因为我觉得 一直拖是用什么理由拖 因为对方的妈妈不喜欢他 并不喜欢喜欢他 那为什么给他们订婚 终于订婚了之后 其实还是要 要试着磨练他 比如说他们家很麻烦 就是要全部等男人上桌吃完饭 才能去吃饭 然后他要每天早上 起来做早餐 每天早上 一大早起来做早餐 然后他妈妈非常强势 对 就是说因为他妈不喜欢 他之前艺人的身份 所以就是要他退出演艺圈 所有的演艺活动都会停止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跟玉琴就是 就不把人当人 这种标准就是不把人当人 这你说的啦 你没有尊重他 当时我记得 你有这个时代这样 还会有当人的标准吗 就是完全没有一件事情 是这个时代可以容忍的 我觉得说 大家一定要透过这个事情 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 对 没错 因为是你一直以为 这样妥协 妥协这样的东西 他们会改变 我想这种的观念 是死都不会改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懂的尊重 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对 所以玉琴那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知道她 她很 就是她辞掉所有台面上的工作 她就去做一些手工艺啦 她那时候做那个娃娃 小娃娃什么还开展 其实她是一个很nice的女生 然后也很爱干净 做家务什么都ok的 所以然后她的个性 也就是比较温顺 可是我觉得 我就觉得说婚姻里面 真的现在要摆除一个观念 就是说 不是女人一进到这个婚姻里面 就要做家事生下来干嘛 这些事情 因为现在男生可能赚了钱 可是都没有女生多耶 职位也没有太好 是啊没有错 所以男女关系开始在变化 然后呢 一样大家都在工作 为什么我回家就要做这些事情 这个如果观念不改喔 我想社会很乱 因为一个家庭 只要有一个这样的妈妈 就是社会的乱缘 因为全家人都不会好啊 全家不会好啊 而且做病人也不会好啊 你一个媳妇还没有嫁进来 都已经搞成这个样子耶 所以这种人是乱缘 其实很辛苦啊 那强势的例子还有吗 强势 你说婆婆强势的 很多啊 你刚刚讲那个 你说她妈妈的 就是那时候 其实我觉得疫情 其实还蛮好的 她不太去对外去讲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也都是陆陆续续 后来她们解除婚约的时候 我刚刚讲的那件事情 是报纸上有登的 对 她后来就 因为人家问嘛 就说已经爱情商务17年耶 订婚订了5年 为什么分开 一定是有很 真的很难以容忍的原因嘛 所以她才讲出来 可是她后来 这一次事件发生之后 大家又回去问她 她都很客气 她都说 没有啦 其实当时 准婆婆只是为了我好 她要教育我 然后像一个严格的 另外一个妈妈这样 她其实都很委婉 但我们相信啦 当时她真的很委屈 没有一定要委婉啦 因为这个 跟这种人 新闻站在一起很倒霉 阿姨 阿姨 我姐姐是39年次 那在还没有生我姐姐的时候 她怀孕的时候 我妈妈 她们是大家庭 就还没有分家 那那时候四个走理 她们要每个人轮流 就你妈怀你大姐的时候 对 就是轮流要煮饭 这样 那我妈妈很希望 因为轮流煮饭 其实要特别早期 对 可是我妈妈很希望 轮到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的 台湾社会就是 男人先吃 哦 男人吃完 再来帮小孩吃 因为小孩要大 再来轮到男人吃 好 那我妈妈轮到她们的时候 我妈妈她是怀孕 是很需要营养 对 会很容易饿 哦 她说吃没饭 又吃寒鸡签 还要做餐做一天 说不通 好辛苦 所以我妈妈她是希望轮流 到她的时候 她煮饭的时候 她可以先吃一点 黑一只鸡腿起来 不是 鸡腿不可能 煮最喜欢吃的 黑一面的哪一块肉 她怎么知道 哪来的肉啊 没有肉 她们会算盘子有几只鸡腿吗 会喔 多一盘也看不出来啊 没有 肉吃了或者是鱼咬了 大家都知道 但是把寒鸡签放在旁边 就完全只拿白饭 那时候没有整碗的白饭 白饭呢 她说加一点猪油 再加上一点酱油 酱油 超好吃的 好香喔 我每个都还没起来的时候 比较快就会先撑两个 哈哈 我妈妈说 吼 夭壽 要做整个 现在的广告词是什么 整天的鸡腿都给你帮好 哈哈 妈妈就保育答逼 哈哈 这就厉害了 可是我刚刚讲的是 我姐姐是39年次 也就是说 她的观念还留在民国三十几年 对啊 现在已经是民国一百多年了 没错 怎么还有人这样啊 我觉得她们已经有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住在同一层楼了 应该是她儿子不愿意吧 对啊 可是我觉得她已经有 不管是谁也不愿意 她们已经有分开了 没有住在同一层楼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可是还是很近啊 还是按那个什么 对讲机叫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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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这么人不能放过她 这么人不能放过她 因为就放过她 很多人才会受害 对啊 对啊 新闻 说好的幸福呢 律师娘的爱情编入 爱情不要讲 今天讲婆媳问题 对啊 你是那个媳妇 你会怎样 嗯 告她 她不怕啊 她钱都在她身上也不怕 没有还是要讲一下 看看要怎么办 讲一下啊 对啊 跟她的倾听了讲 其实如果说是在这个 你是曹子晴的媳妇啊 对啊 对啊 我会觉得在这个 就是曹阿姨的这个案例当中 其实我觉得我会 还蛮能镇定的 因为我觉得我先生是保护我的啊 如果我先生是保护我 然后站在我的立场的话 其实我觉得问题其实不大 对啊 因为她都是为我立场想到 都跑上去跟她的老妈嗆瞎了 我应该会觉得很感动 可是还没有赢啊 这只是嗆瞎而已啊 搞不好第二次就不敢嗆了 如果没有 她如果没有站上风的话 应该那个曹阿姨 不会要去告她儿子嘛 所以她们当时的状况 我想那个曹阿姨一定是 那后面大家要怎么相处 真的很尴尬 因为婆媳之间本来就是一辈子都 不会有 以她们这个案例来 已经不会有相处好的问题啊 那那个妈妈跟儿子也不会有隔夜丑啊 所以无想这个 她们这个之后也 可是问题是卡在中间 不是每天都女的丑嘛 听你在讲真的还蛮绿丝尿 可是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要以为就是她 像这种这样的婆婆 如果像我觉得曹阿姨 还算是表面的 像有些婆婆是阴着来的 她在儿子面前非常柔顺 她绝对不会跟你争执 可是儿子一走 你就等着瞧 开始虐待 阴着来的 那种言语上的或是是 没有这样的婆婆 是迟早会出问题在你身上 为什么 因为她情绪下 不会一波就停啊 对 一波一波一波来 你怎么会受得了 先生不在手就惨 老板你说不了怎么办 比如说这个时候老公也没辙了 可是她也没有办法 也不会再跟她冲动 因为可能媒体就要报道 那你怎么办 有可能会伴奏吧 有可能 所以你说应该来 我觉得其实跟刚刚主任讲的 那个婆婆有这样的 我有一个案例就是非常那个 譬如说 那个他们刚结婚的时候 就在台湾大概住了一两年 所以那时候丈夫也在台湾 所以表面上就是说 婆婆对媳妇是不太鸟 但是也不会怎样说正面攻击她 可是后来老公就到中国大陆去工作了 那太太 落单了 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 太太跟着去三年 那么怀老二的时候 先生就讲说 那你回去好了 我妈也老了 就说那你就 要照顾她 反正就是说四个人一起生活 够大家 反正我在这边 我相信她那时候她这样 无可能心已经有 在那边可能看到某种所属的 另外一个女人了 所以她就跟她讲说 故意把她支回来 就跟她讲说你就回去 而且她每次寒暑假的时候 要去中国大陆看她的时候 她现在就不要她来 所以你干嘛来呢 就开始这样 然后呢 她回去有她婆婆 我开始对她非常不好 然后不好之后呢 她也不会 她不是说 就是说 我只是在你面前 骂你教育你 她是打电话 跟她 用Email传写信给她儿子说 你太太做了什么事 一直把她贱骂一顿嘛 然后先生就开始 那太太就跟她讲说 这个月我要多几千块 我几千块小孩子什么 她说 先生就开始用经济制裁她 她说我妈说 你在那边虐待她 这样做什么事做什么 你这个 我让你回去孝顺我妈 你反而对我妈妈这样子 我要对你经济制裁 所以呢 钱呢就是有时候高兴的时候 给一点 不高兴就完全不给 然后这个太太就 然后后来知道婆婆也是一直在弄她嘛 所以就开始跟婆婆冲突 最后大吵一架的时候 带着两个孩子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呢 也不敢回娘家 就搬到婆家外面去住 哇 这下不得了了 那个不久之后呢 那个婆婆代表丈夫来跟她谈离婚 她说我是由我儿子授权来跟你离婚的 然后呢一直就说 她们要小孩叫她就是裸退 一冒险都没有说裸退这样子 结果呢 这个媳妇就 只好回去问娘家嘛 说如果我带小孩回来 你们有没有人资助我啦 因为那个媳妇一直没工作 所以她自己也没有危机意识 就一直滥在那个家庭里面 那她父亲母亲就说 你已经娶嫂 你哥哥娶嫂嫂了 我们也不能资助你很多啦 说其实你就把小孩全部给她好了 你一个人反而自由啦 父母鼓励她这样 她就 我在想她就问我说这样那样 但是我觉得她归咎到底 她其实是不想离婚啦 我就说你如果想离婚 这个很简单啦 你就儿子先不要嘛 既然这样要抢 就让她们抢嘛 你就要一笔赛养慧嘛 然后之后 我跟妳小孩大了 或者被虐待了 她自然就会回来找你啦 或者说 到了某一个缘分到的时候 母子就能够会合啦 我说这个其实是无所谓 只是看你当时就要忍 她就说不要 我不想离婚我又怎样 我说你不想离婚 你就不要来找我 我就当时 你专门用这个离婚 太快 我觉得遇到这种问题 我的建议就是觉得说 其实 因为你现在什么能力都没有 你是不配 拥有任何东西的 你要有这个决心 你再从这个基础来看 就是说你第一步 要让自己站起来 是哪一个比较有把握 对 我觉得应该要先順序 你没有能力 你一直强占了什么呢 对 就是让所有事情是难上加难嘛 他没有能力 可是有一点 我觉得可能是他最痛苦的 他有生小孩的能力 所以那小孩是他的啊 可是问题他没有能力 因为这样子他要跟小孩分开 所以这很难做决定 我通常都会告诉他 怎样做决定 你要想一想 你这个老公喔 还好跟你抢孩子 有些人是不跟你抢孩子的 所以至少要抢这个孩子 以后让你喘息的空间 比如说一年的时候再来奋斗 把孩子要回来 你自己让自己独立嘛 是 阿姨 你看到这个大家 气得普普跳 一直在吹你 所以你一定是要给你教死 不然就要给你教育 那时候你会怎样 其实我觉得 你会怎么处理 我觉得 以婆婆来讲 我觉得啦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所谓那婆婆要教你 你这种婆婆基本上 我觉得就已经不是一个尊重人的客人 是啊 可是他就找你啊 你要怎么处理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我第一个 如果我真的觉得那个状况 我已经不能忍受的话 我会办出来 因为就刚刚大哥讲的 我觉得我的能力是够的 我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我可以养活我自己 我要小孩不见会要输 所以我干嘛怕你 对 我曾经遇过一个 但是我觉得刚刚讲 那个有一个漏洞 我曾经遇过有一个失负 我们先不讲你有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是说很多人没有能力 所以他只好在那边 对不对 所以他就必须忍入求生 所以其实很多 所以婆婆气冲冲的打电话来 要你下去的时候 你会怎样 我觉得你 如果是我现在 我当然不理他 叫119啊 对啊 我当然不理他 对啊 如果是这样 我是觉得 就是楼下有意思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如果老公 就会说我下去 我下去 对 这个是老公下去啊 所以他是老公下去啊 有一些是老婆会说 老公你下去 帮我打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就是 婆婆看到她儿子下来更气啊 对 对啊 可是像我们家是绝不可能 我婆婆会做这种事 但我是觉得 这种婆婆 如果已经到这样的地步来讲的话 我今天是我 我觉得我不会忍让 而且通常来讲 你越是忍让 我觉得她越是得寸禁止 不是啦 我觉得如果你刚刚讲了说 疫情之前跟曹女士的相处 就说 我叫你 为什么叫我儿子来 对 那这个事情也是一样 我叫的是媳妇 为什么是儿子下来 所以呢 那可能媳妇因为害怕 所以呢 不能下来的原因 没有跟婆婆讲清楚 然后呢 就叫老公下去挡 结果婆婆 曹女士就误会了 会觉得说 我叫的是你 你叫我嫁下来是要怎么办 你嫁也要干水啊 因为我太太现在在干嘛 她这个状况也是 她太太正在哄小孩睡觉吗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哄到小孩哄到一半 你突然间那个小孩就醒了 要重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明显 有沟通上的问题 我觉得找儿子下来是好事 对啊 可是婆婆就不满意 我叫的是你啊 是不是叫我儿子 这个婆婆就是不讲理嘛 她不听人家解释 以前我说会问一个婆婆吗 她不听人家解释 她刚结婚的时候 那第一个月 那个先生觉得说 既然你嫁成我太太的 我妈妈就是你妈妈 所以我的薪水由你转交给我妈妈 就是等于说你笑顺她的 那婆婆说 马上双泪奔流 然后大哭了 所以以前我儿子 所赚的钱全部给我 对 现在由这个女儿的手上给我 好像我从她 真的不行 尊严上受到伤害 尊严上受到伤害 大哭 所以你说这媳妇怎么办 这媳妇比较哭得更厉害 在后面哭得半时 不晓得自己怎么办 以后就把这种婆婆公布在脸书上 我还有碰到 我还有碰到一个婆婆 她是 她是儿子的钱 我碰到很多婆婆 是连媳妇的钱要一起管的 就是你赚 你们夫妻两个全部的钱 都是要归我管 所以一大家族的钱 每一分钱都是她管 不然她就申请 有的媳妇的坐月子 不是领到什么保费 或什么的补助 全部是在婆婆 全部拿过来 然后你奶粉 小孩奶粉要吃什么牌子 你说那个什么不要 我给她吃什么东西 这个我认为比较好的 就连孙子的奶粉牌子也是她 你知道有些婆婆 恶劣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很多守不可忍 守不可忍是因为 你骂我就算了 你连我的父母一起骂 我遇过一个读者的案例是说 她就是说 因为本省人的习俗嘛 就是说嫁过来之后 你要回去坐月子的话 而且你不回去坐月子的话 娘家要包一个礼金给婆家 包一个礼金 没有这种礼金 对对对 给你贴一些钱 对啦 这个媳妇就是说 她因为可能娘家 没有那个条件 她回去住不方便 所以她就没有回娘家坐月子 她就在婆家坐月子 结果这婆婆 就非常不满意 她的娘家没有包红包来 后来有一次呢 就是比如说 在某个场合里面 就是她爸爸妈妈 就过来看她 比如说孩子满月了 就过来看一下女儿 看一下亲生儿 她的公婆当着所有人的面 指着她父母说 你知道吗 你们这就是 娘家这小气到一个极点 娘家 连基本道理都不懂 包括红包来都没有 就把她的父母 数落了一个小时欸 你知道那个媳妇 刚生完小孩 她泪流满面 她坐在那个房间里面 她心里好难过 她恨自己说 我为什么连 出去包我的爸爸妈妈 讲句话的勇气 都没用 她爸爸妈妈没有包 是因为能力的关系吗 可能也是啦 她没有解释 但是就是有可能是忘记 有可能不懂 也有可能是能力不够 那爸爸妈妈也在那边有听到 她爸爸妈妈 没有 她的公婆就数落 她的爸爸妈妈 就是骂对她的 骂对方的父母 亲家公亲家母在现场 没有就是骂亲家公亲家母啊 我就是骂亲家公 亲家母就是数落 亲家公亲家母没有反应 亲家公亲家母我就 就在那边乖乖听虚 那个婆婆就很强势 现在有的婆婆很强势 对啊 然后那个媳妇就是 我就说她很难过 因为她说你骂我就算 你骂我的父母 我骂她这么难 那如果是你会怎样 如果是我 二话不要说 好 那那个老公不在吗 就儿子不在场吗 儿子就是 儿子怎么讲 我没有办法怎么样啊 没有我的看法是 有这种婆婆 十个儿子都一样 没有用 而且你儿子真的 那没差的 听我看我来 儿子绝对不会提这个儿子 她又不可能把这个妈妈修了 然后她高级跟小孩 她连离婚她都 她都觉得说她很想 新闻 新闻 画画画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其实未来婆媳问题会越来越少 不会 你相信我 没有离婚率会越来越高啊 好 没有她结婚率越来越低啊 好像很快就解决 不是不是不是 像你们刚刚讲的那种媳妇越来越少 对 你知道现在七年级的那个女生 七的 八年级都有了 OK 什么叫婆媳问题 你知道她知白目 知白烂的 然后 以后我也是婆婆来投诉说 为什么现在的媳妇长这样 你懂我意思吗 有 我有遇过婆婆投诉 你跟我唠叨什么 我干嘛甩你八条街去了 你有吗 可是不甩你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很多媳妇是这样的 可是还是有媳妇的 我也要替婆婆讲话 我们其实在整间常常听到有这种婆媳问题 我们的节目之所以民主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不不我跟大家讲喔 不要说说好的幸福啦 现在的家庭不要讲幸福 我觉得只要家和万事兴 那个和气就不错了 就不错了 就和平状态就很不错了 那你还要到幸福 哦 那个真是要靠运气啦 你也精神科医师 你也是人的老公 对吧 也是人的儿子 对啊 你也是人的儿子 是是 那如果今天是发生在你身上 那妈妈摔门 然后又撞到你 对 你会不会摔门 不会不会 我举一个例子 我自己发生 你会跟妈妈 来看我的诊 哈哈哈哈 不行啦 那我会被我妈妈 我举一个更小的事 其实喔 其实常常这种家里的冲突 都是因为 他把药磨磨磨磨到他的牛奶 跟豆腐里面就好了 不能啦 睡三天 其实很多冲突都是因为 小事所事引起的 可是喔 那个就像破镜一样 有一个小裂痕 就会越来越大 我自己遇到的例子是怎样 你知道我们大家 现在家里都有客厅嘛 客厅通常会有一面这样 窗户落地窗 诶 大部分人习惯是什么 白天会把它拉开嘛 那晚上会拉起来 拉起来 但是我妈来跟我住的时候 我妈的习惯就是 她早上觉得要把它打开 阳光进来 看起来干净 卫生习惯好 可是呢 我太太就觉得说 诶 那个客厅有电视 然后我们要开冷气 所以她很喜欢就把它拉起来 白天也拉起来 对 白天也拉起来 开冷气 看电视的时候 不是啦 可是你落地窗关起来 它冷气也不会跑掉啊 不是啦 窗帘 我說的是窗帘 窗帘 窗帘不拉起来 窗帘干嘛拉起来 窗帘拉起来 比较省冷气啊 省电 还要看电视啊 你看电视大家都关窗 美国 对对 还要看反光啦 我们就也是这样啊 其实这没什么 这就是生活习惯 其实这是小事啦 拉不拉老实讲 也没那么严重 反光啊 电视会反光啊 我们家也是会拉起来 然后你知道吗 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阵子就变这样 就一个人过去 走过去就把它打开 然后过一个小时 另外一个过去 就把它拉起来 走开 就打开拉起来 打开拉起来 其实双方都知道是 对方 但他们没有这样对峙过 可是呢 倒霉就变成我儿子了 我有一次啦 就是说 我儿子在那边打电动的时候 然后那个窗帘拉起来 然后我妈过去就说 现在你死呢 你来 整个都拉起来 当时 在吸血鬼的时候 就把它打开 然后就骂 骂那个小孩 骂我儿子 那该骂给媳妇了 对 我儿子就说 那不是我拉的 然后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多大 那我小学的时候 小朋友 那时候我在房间里面 然后太太在旁边 太太闭淋了 啊 感觉上她要出去 就是讲说 啊 妈 你不要骂她啦 那是我啦 啊 其实也不一定啦 开一车就好了 本来如果你 那个场景 你让她出去了 也许他们就吵起来了 或者小事吵起来 不值得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赶快按捺她 知道那个场面不对 我赶快出去 我赶快出去 我妈还在那边骂 你告诉她 没有没有 我觉得喔 像这种冲突 有时候人 只要是 生气场下 人家说 那时候情绪又越吵越高 所以我们通常啦 处理这种冲突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 你赶快转换情境 比方说 如果人很多的地方 不要 让他 代理人少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人很多的地方 厚面子 厚面子 你会越来越大聲 你如果我家人坐 那狗都要打开 那狗人物只要有摄影器在都会喊 对 所以第一个原则我就是 阿妈 我跟你说 这个我去月 我跟你说 你先把他带离小孩 带到另外一个房间 不然是你承认你做的 不是 我带进去以后 然后第二个 坐下来 然后就跟我妈解释 就说 这个 她其实也知道 那个是媳妇的习惯 然后我就跟她沟通这样 那其实你转换情境下来以后 让她的气先下来 她那个气其实不是真的 因为这个小事啦 拉不拉没有那么好生气 她的气是因为说 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 你不在意我 那为什么你不安抚你太太 不是不是 先安抚我妈 因为她是那个气高的人 你把她安下来以后 再跟她解释 然后就说 没有我们很尊重你 不然这样好了啦 再来就是取得一个 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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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好 单打双不打 对类似这样 以后我们上午就把她拉开 下午 下午就关关 下午关起来 然后这件事情叫我儿子去做这样 或是我来做 你们两个都不要去碰了 然后我们以后就这样 养成一个习惯 这个是丈夫愿意出面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 比如说 一个新媳妇 她跟先生是 那个谈恋爱 爱情长跑九年才结婚的 远距离的 然后结婚的时候 就丈夫那时候已经在做事 所以她就 在父母住的旁边附近 买了一层房子 然后两个住在那里 结果新娘子进去以后 在婚宴的时候 婆婆就是姿态很高 当了女方家长 父母还有那个新娘说 哎 那是说我们儿子 说 而且还刚才说 你一直把我们儿子 扭掉 不然如果她再找一个 要更好 好伤人 她就这样讲的时候 那个娘家父母就想 当时要不要反驳 还是这样 新娘也很气 但是觉得 有来凶 要怎么办 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那个就埋下伏笔了 然后后来呢 那个娘家就常常说 哦 你们大家很害怕 刚才有 不是说 青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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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样而已 就是不招呼我们 然后呢 婆婆也觉得说 就在 就跟丈夫讲小话 说 你那个太太啊 不好意思 我插个话 唱这青鸡 青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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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故意 很故意的 我都说 青鸡 青鸡 你是怎么 现在哪有问题 看医生吗 对啊 教会教不出来 我一定会问他 你眼睛叫一下 我说你要看医生吗 他当场可以说 基本的礼貌他都不懂 都不懂 当然要教他 但是后面还有很多 这样不是就 那个婆婆那么强势 然后呢 怎样 那先生是一个礼拜 周末 周日才回到这边 跟太太一起住 那么但是呢 在那期间呢 他妈妈每天 打十几通电话 讲这个讲那个 然后呢 就说 他对他太太非常不满意 不懂礼貌 就讲一大堆 然后呢 有一天呢 刚好新皇子漏水 然后呢 那个 那个谁 他儿子就跟他媳妇讲说 那 你 我们自己来处理好了 那媳妇就说 好 过一下子他妈妈知道以后 马上打电话来说 他知道水电行的那个电话 我来联络水电行 结果联络以后说 那他 他要晚上五六点 才能够到你们去看 那媳妇就说 好那五六点我就等你们 既然是晚上五六点才来 所以媳妇中午的时候 就把门上内所 把手机关掉去睡午觉了 结果呢 人家到水电行突然就 中午就有空了 结果他婆婆跟公公 是拿着他们新皇的钥匙 他们有他们新皇的钥匙 可以随便开进来的 可是一开呢 里面上锁了 就气死了 然后就打电话给媳妇关机的 所以呢 完全没办法联络 好可怕 公公婆婆有媳妇 有媳妇的钥匙 所以 但是晚上 晚上后来又联络上队 媳妇已经开机了 在电话里面把媳妇冲外 一定说 怎样 然后媳妇当场就 跟他对骂 就说 你们不是 我说我一个人住 我当然会把里面上床 我会害怕 然后我们已经说好说 晚上再来 你约好的晚上再来 为什么明明中午就要来找我呢 我难道是前天都要等你们 或什么去讲一些 就两个吵得很凶嘛 然后这个妈妈不得了了 就打电话去跟我儿子讲说 叫你太太出去工作 这个装房的钱 叫她出一点 他们家什么钱都没有出 然后呢 先生呢 回来又跟太太 回来又跟太太讲说 我妈妈说 你应该出一点这个什么钱 所以这样 然后呢 娘家父母到 突然 他结婚第二个月就怀孕了 突然怀孕 他所以没预期 在婚姻关系还没稳定的时候 就怀孕了 然后呢 娘家父母就在这个时候 因为某件事情说 我们现在不想忍耐了 不能忍住了 如果你要离婚的话 娘家支持你 你就把小孩带回来 所以我在觉得 每一个人说的话 都是时间都不对 这个时间 娘家父母叫你离婚 刚刚又有小孩叫你离婚 你说这不是 又把事情变得很复杂 你之前要觉得说 这个不好的话 当场就要讲话了 不要假客气 对不对 但是这个婆婆这么强势 也有钥匙 也有什么 也所有的事都要她定了才算 等一下好不好 休息一下 这种都是 我们很多的婚姻 那是全员的 对 新闻 畫画画 好 阿姨你刚刚要讲一个例子 不是我是说像我们家是 如果是像开灯关灯 窗帘那样的话 我的方法通常就是用一个 我婆婆可以 可以幸福的方法 比如说我刚刚讲LED灯 一直开光会坏 它就好了 没有我刚刚讲的是说 所以那个沟通很重要 我刚刚讲的是说 但我觉得有些媳妇 碰到那种很强势的婆婆 她主要是会怕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怕什么 但是就是会怕 我遇过一个读者 那一次我觉得让我很惊讶 就我跟她一起去爬山 她跟我讲了一整夜 她是这样 就是她先生是在大陆 就来来回回来来回 后来也是常住 就三个月回来一次 三个月回来一次 然后呢她刚开始跟她婆婆住 她婆婆非常强的事 什么都管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们家大大小小的事 她都不能做决定 比如说她女儿 要念哪个学校 要上哪个安亲班 全部是她婆婆决定 后来就是呢 她先生可能也是 就是越来越忙 还是后面有小生也不知道 反正就回来的时间 就越来越少 那她跟她婆婆在一起 她婆婆就是 变成是她 她婆婆就开始就是 也是除了管之外 就挑东挑西 就不好 就是后来呢 我就说你搬出来啊 她说我不敢搬出去 我女儿还在啊 她还有上班喔 后来就是 就是真的最后最后最后 终于受不了 她有一支写信给我说 她终于搬出去了 结果你知道她搬出去 她婆婆怎样 她婆婆到她办公室去大闹 拍桌子 跑到媳妇的办公大楼里面 去拍桌子大闹 闹到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知道 然后呢她把她 她趁她那个外孙女上学的时候 去学校等 把外孙女接走 接走之后 她不让她媳妇来看 你知道 然后很夸张 然后她 很过分 对她把她关在外面 她去那边就是敲门啊什么 她不让她看 她说你要 你有本事搬出去 你就不要回来 为什么你们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们不要去找第三者 不要自己去面对 这就是律师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后来我就跟她讲说 那你是不是要考虑离婚了 可是她就说她先生 其实没有对她不好 该付的都有付 虽然她们比较少回来 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 等一下等一下 听我讲完 然后最后 你知道吗 很夸张的是 当然小孩嘛 小孩会想妈妈 对不对 然后外婆 这个外婆带过去之后 不是外婆 阿嬷带过去之后 应该说孙子 阿嬷带过去之后 不让她回家 她当然会想妈妈 可是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就是呢 她女儿喔 就会找借口 比如说跟阿嬷讲说 阿嬷我今天 因为慢慢长大嘛 上国中了 我要跟同学去看电影 好 类似这样的借口 借口之后 回家就赶快跑回去 跟妈妈 住一天啊 或是一整天 好可憐 然后回到家里面 不敢跟阿嬷讲耶 就是她去看她的妈妈 她都不能够跟阿嬷讲 而且在阿嬷面前 绝对不能够提到她妈妈 阿嬷会生气 后来那次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不对了 我说你这样子 其实在做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因为你没有勇气 去面对你的人生 所以你让你的女儿 也活在恐惧当中 我说你这样不对 后来我就一直跟她讲 可是她就是害怕 她说你不知道 我婆婆很会闹 一哭哭到山上 到我公司来闹到 我没有工作怎么办 你知道吗 律师我们对话一下 如果我把我们小孩带走了 我们第一个时间 在学校接不到小孩 我们就可以去 下去派出所先报案 那如果我报案的话 当然就是变成说跟 四破脸 对 现在也有四破脸 可能又上四位吧 没有四破脸 第一个我可不可以报案 可以报案 好 如果她不让你见小孩的话 然后呢 报案之后呢 警察那边就会请婆婆那边 来做笔录啊 对啊 那资货就会进入 我是母亲哦 我的监护权绝对大过婆婆哦 对啊 所以这会有那个 所以也就是现场 婆婆必须把小孩交出来 否则婆婆会犯什么罪 略幼罪 略幼罪 对不对 因为以监护权 以侵权的行使来讲 我是妈妈哦 这件事情就打电话报警 就好了 我觉得说大家处理这个事情 为什么是哇 怎么那么复杂那么困难 他一点都不复杂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都贪心到这个一样 那个一样 什么都想要 他的先生呢 我觉得婚姻里面最重要的问题 不是感情问题 就是因为没有感情 才闹到今天这个样子啊 因为没有感情 才会那么不尊重啊 我觉得婚姻里面 其实就是相处的问题 对 就是你要什么样的生活型态 跟生活品质 如果你这两个都没有 你其他什么感情啊 跟谁孩子啊 都是胡说八道 所以我觉得说 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你就告诉自己说 我要过 如果这样的生活表现 是我要过的吗 如果是你要过的哦 就是这个我也没有办法抗拒 那个婆婆我也害怕 那你就回到一个原点 告诉自己说 你就是这么懦弱的人 只能配得到这些东西 你就要心甘情愿 对 真的是这样啊 我后来也是这样 但是 因为我只回到这个 小孩就可以回到你身边 对不对 婆婆只要每次再偷偷带走小孩 她如果把小孩藏起来 她会得到更大的麻烦 其实你知道吗 重点都是在 其实我们之前有犯过一个案子 就是这个女生啊 她的小孩子 一直都是娘家的妈妈在带的 大概带了两年左右 然后后来有一阵子之后 跟她的先生发生一些不愉快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 要做离婚的程序 那这个时候婆婆就害怕了 因为娘家带了两年 这小孩一定跟娘家很要好嘛 那她不知道说 她说之后你如果要抢千物拳的话 你一定很容易抢输这个女生 那她想说我的今孙不知道 之后流落到 万一女生要再嫁怎么办 对啊 所以后来 可是这个婆婆做一个方式很不好 就是她先按兵不动 但她跑去娘家 跟那个娘家的妈妈那边 亲家寒暄 然后就说啊 她们最近就是吵架嘛 我们比较少看到小孩 那是不是小孩 让我们抱回去玩一下 那晚上就带回来给你们 她就这样子把小孩骗走了 带回去就从此就没有要带回来 那等到这个妈妈发生这件事 发现这件事 因为这妈妈没有住在娘家 对 然后她是住在外面 然后结果她回去 跟这个婆婆要这个小孩之后 电话都被挂掉 然后打电话给先生 先生就说 这个不干你的事 然后打电话只要 就是他们娘家任何人接起来都 不告诉她小孩在哪里 那一下偏她说在南部 一下说偏她在台北 就是不告诉她小孩在哪里 她就大概 有快一个月都见不到这个小孩 可是这个妈妈很勇敢 她就来找我们 然后就是申请离婚 对 还有暂时处分 大概在三个礼拜后 她就看到小孩了 因为开庭嘛 然后后来这个法官 她在庭上立刻打电话 就跟那个妈妈要这个男生的手机 然后打电话给她说 你现在就把小孩给我抱过来 对啊 结果她当天下午 就看到这个小孩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这是家庭问题 那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要很勇敢的去进行 这些法律的动作 没有那么难 因为我当时 我当时也觉得 以我们的能力 私底下一定可以解决 可是我发现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后来我决定走法律的原因就是 进入法院就是可以理性对话的一个平台 因为在那种情绪里面 根本没办法谈到重点 都是情绪 所以进入法院就是这样子啊 干嘛 干嘛气得半死 其实 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 该怎么做 还有你不可能全要 这一点是我觉得 这真的是很重要 你要展开对策的时候 要有自久的认识 其实很多女人就会想说 即使她在进行离婚诉讼中 她还是想当一个好人 好媳妇 没有 你要去评论 其实我不觉得她是想当好人 我看到的例子都是 很多女生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其实就两个字 崩溃 情绪都处于崩溃状态 因为她崩溃 所以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问题是我们要崩溃多久 我们一定崩溃 就是为什么会崩溃 是因为一直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范本 告诉她怎么做嘛 其实我就是 因为感情上的伤害很大 以后遇到有任何婆媳的尴尬的问题 第一个来讲说先放弃 你就告诉你说 我什么都没有 我能不能活下来 就从这个基础 慢慢一点一点 然后第二件事情说 我们回高一个法律的层面 因为没有感情 我们就早一点让法律介入 你早一点 你不会说把感情统号烂掉的时候 再来去面对 还有一点我就是觉得 那个孝顺的大帽子真的扣太紧 其实我有一个 以前有一个我们协会的一个朋友 她也是跟她婆婆 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长期就是不慕 就是处不好 她婆婆也是非常强势 她其实我觉得 她觉得师傅算乖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都很听话 可是婆婆就是 有的婆婆很会骂人 很会碎念 那让她受不了 后来对 后来那时候我就跟她说 她想搬出来 她现在不愿意 就她现在觉得说 我现在搬出去一定被人家说不孝 等等 不愿意 后来她就是 哎呦每天在暴力 然后我就跟她说 你先不愿意搬出去 你就自己搬出去 你搬出去 看看她怎么做 后来她真的喔 她真的很勇敢 她就是 她一个月薪水也没有多少钱 她就拨了一万块 然后呢 想尽办法存存存存 存了半年之后 每个月拨以后 她租了一个很小的套房 买还是租我忘了 反正她存了一点点头七块 就买一个很小的房子 很近啦 也不会很远 但她就是 她就是真的很勇敢 就搬出去 结果你知道吗 搬过去之后 她老公看到她真的搬出去了 就觉得事情大条了 因为以前都觉得 讲啊讲啊讲 很多年都没有改变 她现在后来就 就隔了两个月之后 就东西款一款 也跟着她搬出去了 你知道吗 就当然婆媳就闹翻了 就隔了两条街 婆媳就闹翻了 她婆婆非常生气 就说你们出去就不要再回来 可是我告诉你 这种东西喔 就是我觉得 第一步跨出去 后面就好办 她搬出去之后 婆媳就生气嘛 好吧那就先不要回家 两个礼拜两个月之后 后来她儿子就先回去 反正她们是母子嘛 没差 她儿子就先回去 回去之后婆婆想看孙子啊 孙子也带回去 最后就媳妇跟着回去 没事了 现在非常好 两家相处得非常好 比以前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 她婆婆还反而对她赞没有加 可是我也必须很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诚实的说 我也有遇到那个 都离婚了 婆媳感情还是非常好 对啊 这个媳妇还继续照顾那个婆婆 我们家应该就会这样 真的有好多 好多这样子 也有这样的爱 所以有时候就说 你真的 你晚年靠儿子喔 还不如靠媳妇 真的靠媳妇 所以搞不好 大家相处好一点喔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靠别人啦 我也一直说嘛 嫂嫂是落头油 落头油啦 好好的嫂嫂落头油 不好的嫂嫂是什么 回事啦 因为女儿家那么远 对不对 对没错啦 初一十五有回来看女儿 可是我也看过很多那种 孝顺的媳妇其实也蛮多的 就是离婚以后 媳妇对婆婆婆非常好 我就觉得她不是真的好 其实她都怀着一个希望说 我一直照顾她照顾她 当她变得有口碑的时候 你就欠我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法之一啦 所以很累啦 所以刚才干嘛结婚 那我们大家不能想出 有办法大家好好相处吗 六文文 干嘛嘛 好 那么其实家庭主妇的困难是 做的事情你要是看不出来的 我记得有一次夏韵芬 在我们节目就 世纪家跟我讲 他说你知道吗 什么叫家务司 家务司就是天天做 人家也看不出来你有做 你只要三天没做 人家就说你都没做 没错 每天做人看不出来 对 没错 所以我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有很多家庭主妇的病人 你知道他们一天 什么时候最容易紧张吗 甚至是恐慌发作 五六点的时候 老公下班回来了 对 老公要回来了 小孩要回来了 饭煮好了没 家里收拾好了没 那他们是不是上学的时候 在学校被霸凌回来要哭 或是老公呢 有一些不满意的 回来要发脾气 所以妈妈等她回来 那个时候 白天在家里都很舒服 做自己的事 看看电视什么什么 OK 等她回来的时候 很多妈妈开始紧张 家里总共也是有压力的 会没有自信心 因为她直接做自信心 她不能转换成金钱的时候 她就没有自信心 没有 老板待会要下班回来 你说不定煮了一桌菜 结果大家觉得不好吃 吃两口筷子就摆了 这个也都普遍 有些家庭都不用 也不用做家庭主妇 都有用的人做 夫妻还不是很糟 对 他也是给你挑别的 要跟你挑 但是你要去找家世的 帮忙的处理 其实那些时薪都是很高的 没错啊 像之前去看蓬婉毒基金会 还想说要找一个来帮忙一下 对 她一天帮你工作四个小时 然后帮你煮一顿饭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帮你做 就是简单的打扫 也没有洗衣服 就做这四个小时 你大概一个月可能就要付掉 快两万块的薪水 可是还是不容易乘请到 对 请不到 那时候我打算要进去 其实是要排队的 你现在是跟婆婆 跟婆婆一起住 其实我们家现在比较 之前住了十几年 都跟我婆婆住 那最近这一年半 因为我小孩到宜蘭去读书 所以我们搬去宜蘭之后 那我婆婆留在台北 就是她假日的时候回来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 这个拉开这一段时间 是让我觉得很难得的一个假期 真的是这样 你比较放松啦 对 其实我觉得我婆婆 对我是真的没话讲 我婆婆对我非常好 可是就像刚刚医师讲的 就是难免比如说开开关关的灯 或者是她的习惯 生活上的小事也都会造成问题 比如说我婆婆她 对 她非常多的一些小的习惯 跟我不一样 比如说她洗衣服的方式 那她比如说她要 她喜欢管嘛 就是老人家 在家没事 她就看看你在干嘛 看看小孩在干嘛 她要去干涉小孩啦 或者是照顾小孩的时候 会让我觉得多余 或者是说她没事 因为那是闲着嘛 所以她变得比较黏我们 其实对我们来讲 都会是一个压力 举例来说我们要出去玩 那你知道我们家四个 比如说跑到成品 跑到书店去 然后你知道老公 就去看Apple电脑 然后小孩就蹦不见了 就看书去了 那我可能灌我的衣服 或干嘛的 那我婆婆就一个人 她会很无聊 她就坐在那里打颗睡 你知道吗 可是她又一定要跟我们去 那这个时候 就会让我很有压力 我很有压力 就觉得说 学寻失智啦 或者是说我们要跟着朋友 出去露营 或者是去爬山涉水的时候 她要跟我们去 就会对我们产生一个 比较大的压力 是我会觉得她在那边 我不方便 比如说我跟朋友 开个黄色笑话 讲讲黄腔 讲讲我以前男朋友 或是什么这样 她婆婆在旁边怎么讲 对不对 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不试试看 搞不好婆婆会加入 婆婆讲更多 对啊 就不方便 我觉得我们要重视 让这些要长期 就是帮孩子 帮老公 帮这个家庭 做一切事情 没有自己的人 的晚年 要给她一个方法 因为这些人 不是说孩子长大了 我空出来的时间 我就知道干嘛 对 没错 她完全空在那里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后来用了很多的方法 而且还有一点 因为我公婆朋友在一起了 所以我婆婆是孤单一个人 她有个最大的麻烦 是她不能自己过夜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出国 去把她撇在家里 她会 我们必须要先把她放在哪个地方 她要去住 或者是她要找的地方 她没有办法自己归 她的说法就是她会怕 可是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大的困扰 我跟她说过好多次 我说 妈 你要长大一点 我就说 对啊 我已经去世纪了 我还会长大吗 就说你不能像小孩子一样 就说我不能够 你不能在家 没有 后来 我又要去婆婆讲话 没有 后来我要说啦 当然她可能有她的童年创伤 我不知道 因为我婆婆是养女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还有一点 就是说 她没有朋友 就是她有的是姐妹 可是去年 她唯一的一个就是养结 因为生病 然后家里有些状况 所以我婆婆就变没办 那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那一段时间 我就鼓励她 我们给她钱嘛 就说你可以就是 只要邻里来邀出国去玩 就让她去 然后鼓励她早上去运动 帮她报社区大学 就要去上游泳课 你知道吗 就要每天要鼓励她做很多事 让她去交朋友 对 有效 有效 我们搬到我们现在租的这个社区 是个老人社区之后 就是台北的那个老人社区 老人很多 我婆婆在里面算壮年 你知道吗 几岁啊 我婆婆65 今年65啊 65还年轻啊 对啊 里面还有90几的 后来她现在她就发展出 她的一群朋友 然后再一点就是老人家 节省惯了 只要出去唱歌 她舍不得花钱 那你舍不得花钱 就会没有朋友 所以我们后来就跟她讲 这个是固定给你交寄费 给她零用钱 你不用喔 不用我们就收回来喔 你知道她就还愿意去 我爸爸 我爸爸现在90岁 他来台北的时候 就组个老人会 然后就带大家申请经费 然后带大家去玩 然后这个要办保险 要租游软车 要排餐厅 全部都可以 他忙得非常有趣 所以她做了大概10年的回程 那开会的时候 因为后来就是 因为90了嘛 要交给其他人了嘛 交给年轻人 就88那个 哈哈哈 对啊 他们的对话很好玩喔 我跟你说 你现在这些年轻人的爱怎么做 你看看年轻人都七八十 哈哈哈 你这些年轻人都七八十 所以确实是 那我后来搬到宜蘭去之后 我觉得就是 以我来讲 她也跟你们去吗 她就我们后来就转变成 我平常就叫她不要来 我说妈 平常我们都是各忙各的 我都去台北工作 你不要来我们家每夜都很好 然后就劝她不要来 这样你就知道了嘛 这样就知道了 然后我老公都收我很坏 可是事实上真的 我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她讲 如果长假比如说端午节啦 或者清明节 放四五天的时候 那我们不回台北 那你就过来 我们就去接你过来 或者她做国光号来 那她就很开心 我们就带她出去玩啊 游山玩水 去逛这里 照照相那里照照相 就主要是陪着你出去的 那我就把小孩放在家 或把小孩去做别的规划 我们就专心陪你出去 我觉得这样彼此都好 就是我留时间给你 可是你也把其他时间空给我 那我自己在家 就好啦 你看我有机会 比如说我跟我婆婆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有机会进厨房 因为厨房是她的天下 对不对 真好 其实真好 还有地板也是啊 真好 就是她 家里的地板也是 可是问题是 我也有我想要下厨的一天 我也想亲手做饭 给我的小孩吃 你知道吗 刚开始我也很挫折 我煮什么 我一直都说阿嬷煮的比较好吃 因为她从小吃阿嬷煮 如果这样我很开心 她吃习惯 可是你知道吗 那真正其实你做母亲的 还是会有个想法 是我希望是做孩子的母亲 很多的媳妇 其实跟婆婆的冲突 不是源自于婆婆不好 而是婆婆抢走了 抢走了太多事情 抢走了太多事情 然后呢 就主团去玩 然后呢下午呢 就有一堆人来我们家泡茶 老人齁 当她的注意力都不在 你身上的时候 你身上的时候 真的会这样 真的 你就把她引开 她注意力引开 她不会在我们身上 现在我们有时候五六日回台北 然后就 都看到我婆婆不见了 然后说妈 你去哪里 我去基隆啦 我去玩啦 不好意思你们回来 你们自己想办法做 对 太开心了 所以她也觉得送了一口气 她几先不知道怎么办 对 我通常要去找我爸妈 他们竟然都不在 你不要来喔 我们在做母亲 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结局 是大家都很开心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啦 做媳妇的 其实我很感恩在 我最需要帮忙的那几年 我婆婆真的帮了我 非常多的忙 因为你看像我做记者 我的上班时间 是找不到保姆的 好没有人会给你 半夜带小孩的 可是我婆婆真的帮我很多 可是老实讲 随着她年纪大 她真的就是 她的那个重心 她有一次 有一阵子 这是很多老人家的心情 她哭你了 用的状态的时候 你们就跟她伸 尊重我是婆婆 你现在的小孩 大小孩 我婆婆就哭了 那时候是为什么 你知道 增值点是在 我婆婆以前都骑摩托车 然后呢她又帮我 送小孩去上幼稚园神 什么的 后来我婆婆摔倒 摔倒之后她骨质疏松 你知道吗 她的膝盖还开始退化 她的关节 然后这个地方上 她一直撞到 随便撞一下肋骨就断了 所以我不准她骑摩托车 我跟她说 你不可以在骑摩托车 而且你不可以载小孩 你载小孩更危险 你知道吗 然后我婆婆就为这件事哭了 她说你们不要我了 因为我没有用 对 她说你连我骑摩托车 载小孩你都不肯 都不准许 不放心 后来我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 你知道我婆婆很厉害 她还会把椅子跌高去换灯 你知道吗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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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跟她讲 你知道我婆婆哭得 这样泪流满面说 我知道了 我老了不中用了 你们就要不要我了 怎样怎样 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跟她讲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阿嬷 你永远都是我老公的妈妈 真的跟她讲 讲到我们两个婆媳 我也要哭着 抱在一起哭 然后我婆婆才终于理解说 我们不是嫌弃她 而是保护她 她难过的一部分也是为自己 文化老去再难过了 所以有些事情是要表达出来 像我之前有一个 我在粉丝囊有贴一个文章 这个例子等一下好不好 我们先进一下公告 好来休息一下 但是我老公都说我很会变的 好 其实靖茹她老公是律师 她刚有个案例 对 就是说 这个在处理离婚的这个官司里面 大概八成都是因为婆媳问题 其实原因很多啦 但是说可能 你一个离婚 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原因 对啊 但是大部分的里面 就是我想有一半以上的话 她都参加了婆媳问题 是 等于再来讲 这个深刻印象的案例 你刚刚讲那个是什么 我刚刚讲到就是 我之前有一次 在我的粉丝团放一个贴文 是在分析有关婆媳之间的问题 结果有一个粉丝 他大概可能想说 粉丝团那么多 大概发了文 不会有人知道 就在上面抱怨她跟婆婆的事 那她写的 感动就到了 现在婆婆很闲欸 都会看点书欸 其实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后来是感人的 因为她一开始在写这个文的时候 她就说 因为她的婆家 是一个餐饮的小吃店 然后她就是多年来 嫁进去之后 她就一直就是在小吃店里面帮忙 然后做得很辛苦 然后她也跟婆家人都相处得很好 跟婆婆都相处得很好 所以她觉得自己其实是过得很幸福的 结果有一天就是 刚好有那个婆婆的朋友来 然后跟婆婆聊天 她就说哇 这种媳妇很难找咧 就愿意还蹲在那个你的店里 帮你做所有事情 然后这个 就是她赚到的钱 都是归婆家的 就是很难得 这个婆婆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就扫根筋回来 一句话说 啊没法做啊 那我们媳妇带你来 就是要给她做的嘛 就是要带媳妇来做的 哇 这个媳妇听来就是情天逼的你知道吗 心里好伤喔 她的结论就是 媳妇何必为婆婆家付出呢 到最后人家 还是把你看成外面的人 对 结果她就写了这个贴文 就 你们知道下一篇贴文的回文是谁吗 婆婆 她老公 是小姑 小姑 小姑看到了 因为婆婆不看FB 没有办法 对对对对 结果小姑看到这篇贴文 结果她在下面写说 其实那一天你讲这句话 就是我婆 我妈妈讲的这句话 然后你有反应 其实我妈妈知道 后来她回 就是回 遇到我的时候 她跟我讲她这件事情 她其实觉得很难过 然后她也感觉到说 很抱歉 从那天之后你的态度就变了 但她不知道怎么去跟你沟通 因为她是老人家嘛 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说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家 她怎么去跟媳妇讲说 沟通她这件事情 对那她说甚至 有来自外面 都不是很多婉伴就生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是 很多婆婆讲的话 我们当然扣除那些 非常态的婆婆 很多其实像我们 自己是女儿 有妈妈 我们的妈妈其实她们 都是比较正常的 每天也在讲错话 女儿还不是好言 所以这个是沟通上的事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婆婆讲的这种话 基本上就是属于一种个性 就是说 在外人面前 你不会上面自己讲 对对对 然后还这个 谦虚 对对对 其实像我讲过女儿 我她一定会讲 抽死了哪有漂亮 对对对 那边上面有女儿 总共有很多媳妇过不去 后来那个结局就是 一连串的来回 就是这个 小姑跟这个媳妇 上演大和解 然后把所有的那个 网友都弄哭了 因为说有洋葱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媳妇很多婆媳问题 是来自于说 婆婆她不能够接受 那我觉得这个小姑很理想 很理想 很不错 她没有回去告状 对 她处理得很好 她处理得很好 应该也有告状 不然她妈妈怎么会说 她也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 她是说 那个媳妇当天在不高兴 然后从此之后 态度就变了 她妈妈知道 但是你时间一久 你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跟对方 去打破这个得冰河了 所以我要讲说 我们刚刚讲很多 恶婆婆的故事 可是我常常在诊间 我是听两边讲 就是媳妇骂了婆婆一顿以后 下一次来 儿子带婆婆来 婆婆讲了完全另外一个故事 变成是恶媳妇 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你如果人 你从不同的立场 其实同一个事件 它会有不同的解读 而且你的情绪在进去的时候 往往有时候 像这个我觉得 是沟通上的误会 他没有觉得 他没有觉得 这个媳妇不好 但是在外人面前 也许就是一个习惯 或是谦虚 然后他就损了自己的媳妇 因为他把他当自己人嘛 我们不是讲 小孩都是全职吗 什么这样讲啊 类似那样的状况 结果媳妇听到虽然你无心 但是听到我心里面 那伤害就会很大 很多时候啦 你说一个吵架的事件 你跟那些人说 哦 这样媳妇才会 你跟他说一句 对啊 我都好奇了 娶到这样媳妇 这个就不一样了 没有办法 可是每个人都可以当主持人 可是如果他们有机会 讲这么好听的话 那个情绪可以比较和缓 然后好好沟通 如果可以好好沟通啦 其实可以避免很多 不必要小的冲突 我觉得这样 不要让小冲突 累积成大冲突 应该是这样讲 很多人喔 我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 年轻的时候也很压抑 当他当了婆婆 或当他年纪大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他可以任性 或者是在言语上面 我觉得不只是婆媳 母女 母子 也会 都会这样子 经常我就不懂 这个老太太讲这话 对他有什么好处 对啊 我也是会这样子 真的没有好处 我经常就劝很多老太太 我说 其实抱怨老半天 我说 其实这句话你说出来 我仔细听了 这损人又不利己 因为你没有从这句话 得到任何好处 今天你说的这个话 人家得赔你钱 或者是给怎么样 对不对 没有 人家只会恨你 那你有什么好处 对 有什么好处 然后我告诉你 什么好处 那你先讲 只有老太太太说 我就是要送 所以他就是情绪的这个发泄 情绪的出口 对 没错 你想想看 我觉得他是 他是全力到了一个位阶 所以要做一个满足 他以前都是 不是 正理自己的存在 这一个很讲的例子 就是当兵一样 当你当他老兵的时候 真的有很多抱怨 就是有很多就是那种 我要看看你现在做的怎么样 就是一个老兵的心情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里面 这个洞砸得太深了 他已经行 格式化了 而且 问题是很多时候 你说完了 你没事拍拍屁股走人 那一缸子烂摊子 对啊 让你开心 一句话 你知道 我跟你讲 什么是这种最可怕的酵素 就是这种化 它那个发酵 不用七七四十九天 你知道吗 它立刻就会发酵 立刻一个按键就可以了 就寄出去了 你知道吗 那个化一发酵之后 马上有人就开始传话 大家就 话传话 就很难听 其实有没有什么深仇答案 其实也没有 可是就为了你自己一个爽 然后把话讲成这样子 损人又不利己 我真的不知道 我好担心 我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人 我真的好担心 我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我最讨厌 听到我和我讲一句话 就是 他就会说 他每次都对着我讲 我从刚结婚开始 这句话我听得不下百遍 他就会跟我说 我跟你讲 你们以后如果不要 不要我 就是你的错 不是 就是我儿子不孝 就是媳妇的错 不是我的错 如果你们 如果儿子不孝 就是媳妇的错 或者媳妇不孝 儿子也有错 如果你们的将来不要我 我就会上吊 在家里死给你看 我每次都这样讲 好可怕 好可怕 讲成功一百遍 齁 没事都讲 刚开始 你知道刚开始前几年的时候 她有恐慌 对她有恐慌 前几年的时候 我了解嘛 因为我婆婆就单身一个人 她会胖 而且我先生又不完全感 她没有完全感 对 然后我先生又是独身子 就我们家老公 对啊 而且太太又那么强势 她就觉得很紧张 然后后来每次讲 我刚开始以前都笑一笑说 不会啦 你放弃 讲到后来真的有点烦 你知道吗 住在十几年 每天都每个礼拜 听个两三次 就觉得很瘦 后来真的 我有一次就忍不住 我就跟她说 妈 我跟你讲 你不要再讲这句话了 你讲这句 当然我们每天感情很深厚 我说你这样话 讲给我听只有两个理由 一个就是威胁我 对不对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呢 你就是害怕 那我就告诉过你 你不用怕 我说你看这么多年下来 你老了病了 我有什么时候哪一次丢过你 你住院都是我在照顾 你开刀都是我在陪 对不对 然后所以你害怕不用怕了 第二个你要不要威胁我 我告诉你 你威胁我没有用 如果今天我就是一个恶媳妇 你威胁我也没有用啦 我就跟我婆婆上讲 你就讲明了 对 后来那次讲完之后 诶 有笑欸 从此以后都没有再听过 但是我觉得齁 你这个沟通是有效 是因为你有同理心 你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 她也许就是真的害怕 不是威胁 但是她 都有一点 你有在她的立场 在考虑的时候 你讲话她就听得进去了 可是说实在 如果恶媳妇回答 就不是这样 可是说实在 我婆婆也知道 我们对她好不好 你知道我婆婆讲过一句话 她说她搬到我们家第一年 那一年的冬天 好那因为那个就是寒流来 那我们刚结婚 我要去买棉被啊 对不对 结果她说她看到我从百货公司出来 我提的是两大床的时候 她就跟我先生讲说 她说我会对她好 因为我买东西 我不是只有想要我们 我一定是一定太多 妈 这一床是 我跟我先生的 这一床是小孩的 对 这一床是你的 对 这一床是你的 哈哈哈哈哈哈 有那个小孩啊 感觉小孩 感觉小孩 就是她的啦 就是小孩 可是我老公一借我一借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问一下 好 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律师娘跟律师 一起工作很多年 因为你本身也是学法律的 那你们有处理过很多的这个案件 你们有个什么样的体悟吗 就是这个离婚案件里面 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接触比较离婚疏通 比较多的话 会想要建议说 女性的话 可能最好是要 有一个经济的独立啦 因为像我们 遇到的一些法律咨询 有的女生啊 她虽然来做 跟我们做离婚的咨询 可是她讲完一堆故事之后 然后可能律师就问她说 那接下来呢 你是要离婚吗 就让她觉得我离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她没有工作 她可能从结婚以后 就是当妈妈 当家庭主妇 她没有完全其他的技能 那如果你不是有 一开始就有一个 一技之长的话 你出去 假设说 你做一个助理的工作 那薪水是两万多块 首先你要租房子 那假设你有两个小孩 如果你要带走这两个小孩的话 租房子 要养两个小孩的支出 恐怕 对啊 是顾不起的嘛 那就算你富了期也是很勉强啊 没有办法给小孩 一个很好的物质生活 那刚刚许大哥有讲说 那没关系啊 你就把小孩丢下 你不能什么都要啊 可是你要想说 以女生的立场来讲的话 她如果当了那么多年的全职妈妈 假设说要当了八年 九年十年的全职妈妈 然后她也没有一个工作的成就感在那裡 她唯一的成就感就是 她的两个小孩 对 那今天她把两个小孩丢下 然后将她从零开始的时候 她会觉得 我过去的十年算什么 你常常常讲的就是 她自己也做不到的事 没有没有没有 我要讲一下 我这个观念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就是说 其实越是这样 越要让她不能有孩子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孩子不是说 你就已经有了 他就已经有了 他有基本能力 但是小孩子有基本需求 不是说我要两万块硬扛就可以 那等于是抱着孩子走钢索 对啊 所以他们最后的选择就是 律师问她说你要离婚吗 她就说那我就是离不起 她不是离不起 她是不肯离 她是不肯离 遇到就是先生有外遇 先生有家暴 她就是这样 她也是没有办法离婚 因为她宁愿选择 就是忍受这样的状况 她也不要在外面 然后一个人 然后放弃她过去十年来 她认为的成就 其实我们这都是被观念的捆绑 因为像有些时候 你会发现夫家条件还不错 或者说这个资源系统 家庭的资源系统 因为社工探访都会看 你这个家庭资源系统好不好 所以孩子留在那边真的 比跟着你好 比跟着你好 那你要遇到好的婆家 我们常遇到很多状况 其实小孩子在婆家那边 是一直被教导说 妈妈就是不要你了 可是我跟你讲 婆婆对媳妇不好 不表示婆婆对孩子会不好 她没有对她不好 她就告诉说你妈不好 不管好不好 能力是最基本的 没有能力谈不到好 所以来讲说 你要让这些妈妈 要有一个认知是说 要孩子要有基本能力 我觉得那个捆绑的观念 要怎么突破 就是我一出来什么都没有 这件事情是 女人真的会害怕的 那是比较安全感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 你知道这个安全感就是 因为你一开始结婚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安全感 就丢到路边 为什么 因为你全面不要自己独立 依赖对方 不是你的安全感 是架在别人身上 当别人不存在你的安全感 就没有见 这不是只有经济 但这没有办法 你要组成家庭 其实那个家庭 一劲都会互相依赖 你说一个男生 虽然我可以赚钱 可是生两个小孩 如果这两个小孩 他要从小开始带 请问他可以去上班吗 可是我跟你讲 没有婆婆妈妈帮他带 他也不可能有 就是因为这样 如果要考虑这个事情 就表示说你们没有能力 生小孩 那大家都不要生了 就是你要 生小孩本来就要看能力 怎么可以想生就生 不是 生小孩一个理想的状况 当然就是说一个家庭 才有办法好好照顾 就是因为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我们要有一个步骤 就是说 当你们两个夫妻 都没有能力生这个小孩 你就想可能要给他领养 因为不是说 因为现在很多 为什么孩子会那么危险 然后被打死 被弄死 不是因为这个爸爸妈妈 不爱小孩 是爸爸妈妈 没有能力的时候 一旦上志的时候 也没有工作的时候 就不会求助 就在家里封闭进来 然后把孩子弄死 争取小孩 我觉得有时候是个迷思 因为我们有遇到一些状况 就是 妈妈就是很辛苦 打了诉讼 然后拿到监护前 也养了小孩之后 结果后来过两年 他居然后悔了 他把两个小孩 对 但是妈妈因为为了要负 管小孩的责任 他就整天管他 你不能玩手机 你不能玩电脑 而且我告诉你 因为你管教他 小孩对你还觉得有怨 没错 假日爸爸 对你都是买玩具的 没有必要 不过你争取到小孩的监护权 你不要有怨 那是你自己当初觉得 一定的 而且最主要是 这样勉强争取来的 他往往跟孩子的相处 是品质很差的 因为孩子也不会很高兴 也不会很幸福 老娘轻轻乱骨 然后拿着妈妈 因为有怨气 所以这个怨气 又要在这个教育里面 反复的很恐怖 没错 阿德 你 家里会有博习问题吗 我们家都没有 我孩子超心意的 超心意 我妈妈实在是这样懂 你媳妇千里远的那种 好 你妈有恐惧感 因为我妈妈自己生活很满 很搭 行程很满 这太年轻对不对 没有 所以其实注意力来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没有 最好的家里 就是大家每个都独立 而不是每个都互相依赖 没错 他办教育在干什么 不过你应该也不会让你妈管 我妈妈不会管 我妈妈不会管 管到你了 不是 我妈妈不爱管 他如果年纪 他因为我学以前读书 考试成绩 都没有在签字 你知道吗 就贏到他那边 那以后我养出来的 他年纪再老一点的话 跑不动了 还是会回来找你 我爸爸有时间 还是要依靠 所以我们人家很好笑 我们家最佳的老师 美国家娘 满怀理想的反课纲 学生代表 为何走上绝路 财川八仙案收贿 新北市再报前 副市长收民调金条 这把火会烧到朱立伦吗 今晚十一点 决收看新闻 哇哇哇 中文字幕——YK